也有可能队员刚开场可能打得不是很理想 因为毕竟奥运会之后也没什么打过这个大塞 可能会出现这个和那样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做好中风的预言 当时上半场落后两个球 然后下半场就是就想着进攻 然后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打回来 目标就是想来夺冠了 你首先敢想才敢去做 机能上面包括在机场处上面的要求上面 也是实力放在第一位 所以一直告诉他们要相信自己 放开手脚去做 不要关注于这些别人会说什么 而是要关注于自己把这些精力放在这个比赛上面 然后自己的一个心态调整上面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一些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